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陸續再有歐洲國家 決定利用不同方法來變相封殺華為 今次輪到了法國和波蘭正式歸隊 當環球時報報道這宗消息時 竟然高呼驚惡 我們首先看看法國方面的情況如何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出 法國國家資訊系統安全局 已經通知了絕大部分大城市的電訊營辦商 他們所獲得5G牌照的期限 當中使用華為5G設備的營辦商 他們的營運期限只局限在3至5年 但使用愛納信或諾基亞的5G營運商 他們通通都獲得8年的牌照 而且法國當局近期在一些非正式的對話當中 曾經向電訊商說明 凡親使用華為設備的電訊商 當他們的5G設備牌照到期之後 將不會獲得更新 這宗消息被環球時報知道了 他們說法國180度的態度大轉彎 讓人感到驚惡 實際上法國這次的計劃是妙計 因為法國當局並沒有說要敲鑼打鼓 大搖大擺 擺明居馬地說要封殺華為 在當地參與建設5G網絡的機會 但是人家低調地用一些行政手段 就是利用5G營辦商的發牌機制 來阻撓華為進入當地市場 一來又可以避免觸動中共的敏感神經 雖然官媒都說它是變臉 又說它180度的態度大轉彎等等 但是起碼都叫做給足面子 就不像英國或者美國那樣 擺明居馬利用國家安全的議題去封殺華為 但是人家的客觀效果也是同樣做到這一點 故此在應對手法上比較圓滑一些 是比較令中國感到體面一些 而環球時報那篇報道 除了高呼驚惡以外 還為華為的5G設備在歐洲遭到封殺而辯解 首先他們引述了一名不知哪裡來的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鑑於5G的移動技術 至少需要8年才得到投資回報 所以在法國政府對於電訊商的牌照限制下 他們就很難再冒險繼續投資華為的設備 這個消息人士還說 給3年的牌照等同於對華為一口的拒絕 法國當局提出相關的牌照限制 實際上會導致華為在2028年前 逐步推出法國的5G網絡 拆解完人家的行政手段以後 就開始為華為辯解了 他們引述了一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 叫做趙俊傑所說 就說法國變面背後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美國不斷升級對歐洲盟國的施壓 極度圈染使用華為會有嚴重的效果 就迫使法國採取退避三射的態度 第二就是 就是說 來自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內部 對於中國的崛起 仍然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長期帶有偏見 而且又不甘心歐洲在國際事務當中進一步的淪落 因此對於中國的崛起顯得驚慌失措 對於華為的牌制也是體現出 歐洲對於內部企業的保護心態 實情這個說法 就是嘗試利用民族主義 去解釋歐洲為何用華為 但是究竟這個說法是否說得過去 老實說 若然歐洲真的這麼懼怕中國崛起的時候 從頭到尾就不會和中國進行任何交易 因為就算和你進行一些非常低檔次的商品交易 比如說 進口你中國製造的那些成衣 玩具 或者是日用品 同樣是會達至到你中國崛起的效果 因為和你做貿易的時候 你就賺取外匯 對不對 為何到現在發展到高新科技 5G技術的時候 人家才去棄用你呢 實情 英美等國家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們就是要把通訊安全放在優先考慮 但是在通篇文章當中 就沒有一隻字提及到關於通訊安全的問題 故此 單純用民族主義來解釋 為何歐洲國家棄用華為的5G設備 其實就是解不通的 因為人家到現在仍然跟你在做貿易 是進口你低端的製造業的商品 為何那些就不會導致你中國崛起呢 唯獨是華為才會導致你中國崛起嗎 這些說法其實就是沒有道理的 更何況就是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曾經說過 若然英國棄用華為設備 就等同於放棄未來 現在這麼多歐洲國家陸續歸隊 其實是好事來的 對於中國的崛起便掃除了障礙 這些國家棄用華為的設備 就等同於放棄未來 這些國家都沒有未來 什麼法國 波蘭 他們就自絕於未來 中國應該是握手清慶才是 那用不著寫這麼大篇文章去斥責人家 人家就是想自絕於未來 使你中國擁抱著未來 有什麼問題 他這麼愚蠢 你應該掩著半邊咀笑才是 真是奇怪 實際人家不用你這個華為 他仍然是有洛基亞和愛納信來使用 當然現在最受惠的就是芬蘭和瑞典 因為他們擁有這兩家的電訊巨企 將會很有可能 瓜分到華為在歐洲的5G市場 當然就是除了德國以外 因為直至目前為止 德國對於華為的5G設備 仍然保持著一個相當歡迎的態度 好了 法國方面的情況就是這樣 至於波蘭又怎樣呢 根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Twitter所說 他就說 歡迎波蘭總理宣布 波蘭成為5G潔淨國家 這個決定將會維護到波蘭公民的私隱 和波蘭的國家安全 而蓬佩奧還說到 世界的大潮流 正是朝向5G潔淨網絡去推進 實際按照美國的定義 什麼叫做5G潔淨網絡呢 就是使用指定歐洲品牌的電訊設備供應商 比如說愛納信或者諾基亞 為之是潔淨網絡 使用華為就一定是為之不潔淨 故此當波蘭總理有這番說法的時候 其實就是暗示不會使用華為的5G設備 雖然他沒有說得很清楚明白 但是這個訊息也是表達得很明顯的 至於昨天蓬佩奧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那處 發表了他那篇叫做冷戰宣言 當中他又踢爆了一件事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他就說在北約成員國之中 有一個國家未有聲援香港 是因為懼怕北京限制他們進入中國市場 實際究竟是哪一個國家呢 蓬佩奧就是埋下了伏筆 沒有說明 但是在網絡上中說紛紜 其實大部分人都估計這個是德國 我其實都同意這個研判 首先這個德國總理默克爾 他自己曾經說過 說德國的汽車市場是非常之重要的 當然德國汽車市場 他們最大的出口國就是中國 而且在過去一段時間 德國對於香港的問題 都是顯得頭暑忌器 就不敢說得太強硬 為什麼呢? 就是要鏡著中德之間的汽車貿易 除此之外 我們又可以看看德國內部的政界人士的意見 其實有不少人 甚至乎是德國目前的執政聯盟裡的人 都在批評默克爾的對話立場是有問題的 在上星期 默克爾仍然堅持 要和中國在互相尊重和信任關係的基礎之上尋求對話 招致德國執政聯盟裡的社會民主黨外交政策發言人的猛批 就說默克爾的對話政策已經落後於時代 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民主聯盟 他們的聯邦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也批評 說德國政府對於港區國安法立場的表述 只是達到最低限度 仍然是不足夠的 而且他又批評德國外交部 曾經提醒德國人在社交媒體上 發表批評中國言論的時候要特別謹慎 他認為這樣等同於鼓勵德國人進行自我審查 如果德國外交部真的作出這樣的所謂勸面 或者提醒的話 其實就是對於中國已經偏頗出面 怎麼會作出這樣的呼籲呢? 其他國家都不會這麼笨 而且人是一種反叛的性格 尤其身處在自由社會當中 你阿崩叫狗越叫越走 你越叫他不要批評 就越多人在網上無厘頭作出批評 所以這些勸道 其實到最終都只會是適得其反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